今日新人透視又和大家見面 今集我們亦有紫健和齋Sir 上次的吉祥文和齋Sir 還有社民連的前行為 Leo 我們今天是齋Sir上來 拿了資料上來 他是以證視聽 要講一下居屋的問題 要講苟不搭發的強化 先講居屋 其實這個問題 你看著社會輿論 你覺得很慶 慶在哪裏 社會輿論好像盲 完全忘記了97年 香港差不多有20年的居屋歷史 那段時間 亦是香港地產發展最瘋狂的時候 最瘋狂的時候 同時存在居屋 當然不是無緣無故 現在又回到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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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叫做Golify的特區政府 即是盲目的特區政府 是英文來的 是 盲目的特區政府 是 竟然在2008年 所謂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崩潰之後 竟然還會拿著 所謂自由市場原則 不建設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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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 其實是差不多40年前 英人時代已經發展 當時英國人當時比較長遠 看這件事 當時有公屋 當時已經很爆發 所以他看到一件事 市民住在公屋後 會有一些層次慢慢走出來 當長遠了 過了一段長的時間 他可能有一些很小的錢 可能累積了一些財富 這些財富可以足夠 由租屋變成業主 但當時政府的資料 看到文件說明 1977年要發展這個居屋 其實英國人很聰明地 很有層次透視告訴市民 其實這個階梯是有層次的 首先由公屋、居屋 甚至隔屋 先到居屋 其實當時我找到一些資料 其實就是在當年 1977年、1984年和1991年 立法局那時還是局的施政報告 他們說明 當時有一個挺有趣的資料 可以拿出來大家讀一下 這份是1991年 其實當時政府推行隔屋 這個 scheme 就是samech 叫做samech class 其實有一段 阿費別你可以看一看 這段字應不應該讀出來 當然應該 他說建一間屋 就是可以令到投機分子 利用樓宇市場 榨取利益的機會減少 減少 是 說到明 這件事其實 我不是在哪裏找 只不過是上政府網頁去找 1991年 當時 最重要的一件事 回歸前 應人去管治香港 施政在房屋這部份 公屋是一力承擔的 其實居屋都是 只不過政府認為公屋 我都一力承擔了 當累積到一段時間 市民有資金的時候 他想有意欲 想變成自己的業主 政府當時是用一個很簡單的 利用一些很低的地價 即是活得一塊地 一個居屋 只是政府收回一些最基本的成本 就讓它可以變成 政府可以簡單來說 一小步退出的市場 讓市民自己揹回 我想做業主 那些居屋 其實可以做成一個階梯 即是緩衝期 其實都是一個安全網 安全網 但是現在回歸了十幾年 我最記得鄭宇華 在上幾個星期說 一次過 扔了四千多個貨備單位 建屋屋 其實當時我也挺生氣的 我聽完之後挺生氣的 他說 市場需求恩賜 這幾個是大字 其實是應人管治的時間 其實他從來在施政報告裡 我沒有聽過市場兩個字 他是對人 而不是對著市場 他現在開口 埋口 連煲胎 昨天的新聞都說 我們不想搞亂私人市場 是 現在說的是市民需要 不是市場需求恩賜 大哥 你搞亂 其實我們回來用你們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後 跟你討論問題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在哪裏呢 就是你那個煲胎 不要說高胎自己出爾反爾 前幾年前才說 我們不再去市場經濟 現在就可以不斷製出市場出來 你說這個人 簡直是腦袋是短的 不要說他這條短 回到基本 你用回你自己的市場經濟 最重要的問題出現是 現在這個市場是有兩種市場 一個叫做投機 還是一個全球化的投機市場 因為香港本身是 跟美金掛鉤 加上有這個亞洲市場概念 和中國市場概念 所以很多國際資金進來炒香港 不僅止大陸人 所以豪宅市在九七前 《信報》自己也說 曹仁超也說 就說 九七前已經看到 豪宅市和那些低下價樓 是開始形成兩個市場 一個是國際炒價市場 大家去到倫敦 一揚 所有的國際都市都是這樣 好了 如果那個是國際炒價市場 你要建一道防火牆 不要讓它炒 那些發癡 那些不斷退潮 進潮的升降 是 落到下面 本地的用家市場 大家都懂得用家市場 和投機市場 那你就要看到這個分別 為何要建一層居屋 就是放著它 這個是一個安全網 進可供退可守 那幫人在居屋 他們覺得我夠錢 我就補地價 丟回居屋給政府 或者給居屋市場 那幫人 進入那個市場 如果我沒有 我就繼續在裡面 換到最大樓算 我只能夠住到最大的 那個800呎單位 就是這個很合理 因為97前有這個合理 所以就算97去到那時候 天假 那些人都未發癲 都未覺得 我頂你不順了 香港政府 但是97後 是無情白事 大家回想一下 2003年 取消居屋的時候 是無情白事取消 當時是由於那種 世紀沒心態 由於沙士 大家覺得香港樓市又倒了 什麼都倒了 尤其沙士 令到它倒了一陣 於是大家就說 全部都取消了 其實是想捕樓市回上去 是捕樓市回上去 是捕樓市回上去 即是說 但是其實 它都不是馬上捕到的 而是特意香港政府 有意識的 用過這樣的爛勾地政策 於是每年建的單位 前幾年已經生了 Warning 每年只有1萬多個單位 你想想 97前那個8萬5元裡面 有3萬5個私人市場單位 現在97後 只有1萬5個 沒錯 每年short2萬個 short到5年就沒有了10萬個單位 於是那個樓市不上去才有鬼 這個私人樓市場上去 然後豪宅又炒下來 於是兩個接合的話 連低下價樓 那些租者自棋樓都變成100多萬一層 你說全部是否大家一起死 對 這個問題這麼嚴重 我們下一次回來繼續討論